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爱铭,继续给大家播讲大时代中国民政府人物列传,我们继续来讲汤安博的表现 那么上次我们说到汤安博在抗战争中两次非常光辉的参战 一次是南口战役,一次是台日庄大劫 那么在台日庄大劫之后,在经历了徐州大撤退 汤安博他的二十军团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三十一集团军 就加入到武汉会战的行列,依然隶属于第五战区 那么接着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在第五战区会战中比较重要的1939年5月爆发的隋岛会战中 汤安博作为第五战区唯一一支中央军嫡系的集团军 也是第五战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集团军,他的表现如何 隋岛会战是第五战区在抗战进入相执阶段以后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最后双方面打了一个平手,以恢复双方战前的态势而告终 我们在之前讲其他人物的时候多次提到过隋岛会战 隋岛会战发生的时候,正是武汉会战结束以后 大部分国军部队在参加武汉会战的时候都受损严重 重武器比较缺乏,战区直辖炮兵几乎是损失殆尽 无法应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就在铜板山大红山地区形成了一个对峙状态 而隶属于第五战区的汤安博第31集团军 就成为了第五战区实力中的佼佼者 也是需要仪仗的中间力量 当时第31集团军下下第13和85两军 已经独立第一第二旅,共计六个师,两个旅近十万人 那么之前都讲过了,13军85军这都是汤安博的基本部队 南口战役和台日庄大捷 使得31集团军在日军那里都被列为心腹大患 而日军发起隋藻会战 那么日军那边称为湘东会战 日军发起这次作战,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日军的第11军 深入到第五战区,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 1939年4月17日,当时日军第11军制定的作战指导策略里边 就明确的指出,是要抓住敌军准备进攻的态势 采取快速奔袭给予反击,一举在早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 并要求在完成作战目的之后迅速回到大概原来的态势 整对警备的最前线,但必须确保随限以来 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日军这次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歼灭和削弱第五战区的有生力量 那么具体的策略就是采用的是分进合击,追行突破,两翼包围的战术 那么当时日军以第三师团为主力 沿着香花公路向早县和随县发起攻击 企图将第五战区的主力吸引在早阳东北一带 而第十三十六师团沿着大红山以西汉水东岸向北突进 切断国军向襄阳的退路,然后向北运回包围 日军西阳方面的一部分禁逼同摆 切断国军向北的退路 那么三陆日军企图将国军的主力围艰于早阳东北地区 那么在这一区里边,第五战区主要的实力部队 就是李品县的第十一级团军和汤恩伯的第三十一级团军 那么日军在他的作战指导里特别指出 这次作战的主要目标就是敌人的重点兵船第三十一集团军 这是在日军的作战指导里的原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 无疑是日军作战中的主要目标 那么第五战区在李宗仁的率领下 采取的策略也是实行攻势防御 在抵御敌军进攻的同时 四级对敌发动攻势,消耗和歼灭敌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第五战区将兵力分为左集团军,右集团军和将防军 那么三十一集团军因为是第五战区 现有军队中战斗力较强,人员也比较完整 所以将其视为对日军发动攻势的主要力量 这和李宗仁在台尔庄作战的时候 采取的方法是一样的 李宗仁的设想就是将汤安伯的军团 置于左集团军的左翼 就是香花公路以北的铜板山南路 以铜板山为依托,在侧面监视敌人 待我军的正面将敌人的主力吸入随岛地区以后 汤安伯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自铜板山冲出一举截断香花公路 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 所以汤安伯他所率长的三十一集团军 又一次担负起了在敌人的侧面 进击的这个重任 他也是在随早会战中 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的主要力量 也是关键力量 那本来李宗仁的设想是很好的 而且之前也有台尔庄战役成功的经验 但是这个时候关于汤安伯军团的布施 和使用上第五战区和统帅部发生了分歧 军事委员会电告李宗仁 对于汤集团做机动部队 需呈后本会的核准方的使用 所以第三人一集团军虽然名义上 归着第五战区之辖 但实际上战区没有办法随意使用 那么这个本质矛盾在哪里呢 是蒋介石希望汤安伯 这支自己的嫡系部队 也是精锐部队 能够长久的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成为一支机动部队 可以随意调动去支援各战区的作战 这是从长期抗战来考虑 那么作为李宗仁来说 他是考虑的是第五战区 现在的作战态势 怎么使用汤安伯军团这个精锐部队 给第五战区的战略防御带来益处 那么这种使用上的目的性不同 就造成蒋介石和李宗仁 对于汤安伯军团 具体使用上一个冲突 那蒋介石当然不愿意将汤安伯军团 放在抵御日军的第一线 那么李宗仁基于之前和蒋介石的矛盾 那么李宗仁认为蒋介石 就是不想 使自己的嫡系部队受损 想保存嫡系军队的实力 而消耗地方部队的实力 那么李宗仁就这么想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第五战区的参谋长徐祖仪 他曾经请示过军令部的刘斐 表示要使用第31集团军 以支援左集团军作战 但是刘斐认为第31集团军 是尾座为准备长期战争 侧应贵战区以第一战区危急状况时的事先部署 绝对不准轻易使用 那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之前讲过 刘斐是出自于新贵系的 刘斐是一个非常 有才能和有大局观的战略性人才 那么刘斐出身于新贵系 但他并没有赞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对31集团军的使用 他反而支持将军时的使用构想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最后第五战区在汤安波军团的部署和使用上 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式 将汤安波军团分成两部分 以第十三军接替第四十五军第1270 在唐王殿大山庙天河口高城间 高城间的地区占领了机动阵地 掩护国军左翼 准备对日寇的侧背进行攻击 归左集团军李品仙指挥 那么第八十五军呢 集结于路头镇无山殿地区 相对来说处于二线阵地位置 准备对铜摆方面掩护战区左翼 并联系左翼第十三军对日寇侧背攻击 那么我们都知道汤安波对于蒋介石来说 忠心耕耳 蒋介石的命令永远是最高优先级 那么第五战区司令长后李宗仁和蒋介石 在汤安波军团使用上的这种差别 也使得汤安波在指挥他的部队作战的时候 刚开始是以消极防御为主的 1939年5月1日随早会战爆发 在香花公路方面 主要是由第三和第十三师团组成了三万余人的主力部队 由应山 广水 西进 向随县城以及南北两侧 对国军猛攻 那么战役中最先遭到日军攻击的是第八十四军 八十四军的两个师坚守塔尔湾陣地 战况极其惨烈 损失巨大 但仍然死守阵地 塔尔湾陣地失负得达七次之多 那么汤安波军团的第十三军的阵地 位于塔尔湾陣地的北侧高城附近 日军兵分两路 在进攻塔尔湾陣地的同时 向北侧的阵地发起进攻 企图从北侧迂回 五月二日 在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 日军步兵约三千人 向十三军的第八十九 110市阵地猛攻 遭到国军迎头痛击 先后必日扣一千人 五月四日 日军在塔尔湾陣地久攻不下 就使用毒气 第八十四军伤亡惨重 被迫放弃了塔尔湾陣地 而十三军所在的高城阵地 因为无险可守 被迫后撤至蒋家河西岸 五日凌晨 日军一个连队 禁至天河口东南白庙一线 与十三军接触 并发生激战 六日 左集团军逐次转移到 飘水西岸防守 双方处在一个种胶着的状态 那么从这个作战的过程来看 汤伯的军团 他参战的十三军全力防守 在左翼抵挡住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对右侧的第八十四军的作战 起了较好的配合和掩护作用 但是他进行的是 消极被动防御 尤其是在第五战区司令的王部 给了他可以寻找机会 从侧背对敌出击的 这样一个作战命令以后 他依然处于这种消极被动防御 就让李宗仁 对汤伯的指挥 有很多的不满 但从当时的战况来看 日军出动了大量兵力 向左集团军猛烈攻击 飞机的掩护下 动用了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 那么攻势极为凶猛 而且日军的作战指导里明确写出 他们的主要目标 就是汤伯的精锐部队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出击 出击以后 有没有可能正中日寇的圈套被合围 这都是汤伯需要考虑的事情 那么汤伯作为前线指挥官 他做出了决定 不主动出击 那么这是他做出的选择 那么汤伯一直等待着机会 到了7日 他才向第13军和85军发出6条电门 令其调整部署 准备全线出击 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为右集团军这个时候战况不利 6日 日军的先头部队 到达襄阳对岸的张家湾 切断了襄凡与隋岛的联系 这就使得左集团军俯备受敌 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到了7号 日军攻陷了早阳 8日 日军骑兵第4旅团 控制了香花公路上的张家级和双购镇 这样就完全切断了左集团军 往襄阳的退路 并得继续向同白迅速进攻 隋线也在第84军撤走以后陷落 这样日军就基本完成了 对左集团军西侧和南侧的包围 随后日军将作战重点 置于捕捉汤伯军团的主力 这时候汤伯军团 在早阳东北至同白之间的山地 那左集团军司令部和824军已经向唐河转移 39军潜入大红山 牵制西侧的日军 从7日开始 日军的第3和13师团 由三河殿 唐王殿 道辖流 江头殿等地包围了第31集团军的阵地 积极发起进攻 那么第31集团军与日军就业 熬转 雪拨相拼 承担了掩护第84军撤退的任务 当时31集团军的国军将士 表现出来了 英勇无畏的战斗气概 日军飞机20余架 曾经向第40师的阵地猛烈轰击 并投掷毒气和燃烧弹摆 然后以步兵攻击 该地守军一个营 奋有抵抗 机制全部壮烈牺牲 那么因为31集团军的顽强抵抗 他与日军形成对峙 但这个时候处境十分危急 西侧日军已经开始向唐河转进 三面日军即将完成合围 那么其他部队都已经转移 唐安博军团各军阵地 已经没有固守的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 唐安博下令各军转移 第13军的两个师 外加两个独立羽 由军长张枕率领 留守同白山担任游击 并且掩护主力撤退 其余四个师 由唐安博率领向唐河转进 那么唐安博军团 这个时候的处境是极为危险的 就在他开始 按照计划转移 转移期间又遭到 日军快速部队的袭击 部队被分为数段 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幸而当时第二集团军 第68军第19师 在同白以东持续抵抗 长达6日 这样唐安博军团 才得以向密扬方向 转进 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所以说当时的战况 命悬一现 那么这段时间呢 是唐安博军团 在整个隋岛战役里边 作战最为激烈的时期 他虽然很好地 完成了阻击日军 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 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打退了日军 多次大规模的进攻 为其他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 但是在他本身撤退 自身撤退的时候 显得十分的仓促和混乱 造成损失较为严重 日本华北方北军司令官 港村宁次 在他的回忆录里 也谈到了这次作战 港村宁次这么写的 他说他在任第十一军 司令官的时候 与唐安博两次交锋 综合其他情报来看 唐安博是简直是麾下 最骁勇善战的将领 在湘东会战 也就是我们说的隋岛会战 我们国军这边叫隋岛会战 那么日本人那边叫湘东会战 港村宁次说 我第十一军 曾猛攻敌人正面的一角 唐安博亲率主力 向这一角反击 并趁系使我主力陷入重围 受到歼命性的打击 这次我军特别掌握着坦克师团 最初将其隐蔽起来 待唐安博照例调其主力 向其被突破的一点 发动反击的时候 我军与坦克师团 从另一面插入敌阵 敌军大乱 我作战成功 那么港村宁次的这番回忆录 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 唐安博的的确确是当时国军中的 善战将领 他所率领的 三十一极端军 是日军 主要的作战目标 所以才会有 在对唐安博的部队 进行了 有效打击之后 港村宁次说 我作战成功 说明唐安博的部队 就是他的作战目标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抗日战争中 我们不要把 日本的军事将领 想得顽古不化 死板教条 他们在抗日战争 刚开始的阶段 军事指挥能力 对战局的把握 对对手战术的剖析 也就是对国军将领 指挥能力 军事战术能力的剖析 都做得非常到位 像港村宁次 白云郑四郎 这些日军的杰出将领 他们同样的吃 同样的亏 很少会吃第二次 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才会让我们感受到 当时的国军将领 在和日军作战的时候 是多么的艰苦和不容易 在参加完隋岛会战以后 潘安博再去兼任了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 1940年5月 他参加了早一会战 后来又任鲁苏玉碗 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 第31集团军总司令 那么1947年1月2月间 潘安博率领他的部队参加了 豫南会战 那么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豫南会战 因为豫南会战 他牵扯到日军 潘安博的国军 那么还牵扯到了新四军 这个会战啊 从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记录 那么迪迪皆却在这次会战之后 华北日军将 潘安博的 三二一集团军 视为天子第一号大敌 围绕这次会战 前后发生的战斗里 潘安博不仅仅 是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他给西四军 也造成了重大损失 所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讲 豫南会战前后发生的事情 就会得到 对潘安博以及他的部队 迥然不同的评价 那我们先从 潘安博和日军 就是国军和日军的作战 来讲讲 豫南会战是怎么回事 1941年1月 日军为了消灭 豫南地区 中国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 就以十一军为主 那么港存宁次 跟潘安博这是老对手 那么以十一军为主 在华北方面军的一部的配合下 发动了豫南战役 那么第五战区的参战部队 就在司令长官李中仁的指挥下 展开防御作战 1月20日 驻湖北省湘河两岸 日军第39第四师团各一部 和第十八混成旅团 从当阳 京门 安禄出发 对国军的第29第33集团军 发起了牵制性故事 那么第三第十七和第四师团 由应山信阳 罗山地区 分路沿平汉铁路 及其西侧地区北京 25日日军的左翼第三师团 在小林殿 古城扎山支线展开 中央第十七师团 由民港向北攻击 右翼第四师团 由怀吊镇正阳间 强度怀河攻击前进 中国军队采取的是 避免正面作战 主力机动转移 侧击日军的方针 以一步在平汉路西平附近 阻击日军 另外一步 在日军的后方 阶段交通 以主力预服于方城 沁阳 以东 以及上菜汝南一带 伏击向衍城 武阳北进的日军 日军当时决定快速出击 于26日攻占了 雀山 行殿 高益 沁阳一线 27日推进至 驻马殿 汝南 沙河殿 龙王庙一线 那么三人一集团军的 第十三军 由武阳向向河关推进 85军的主力 也向上菜附近激动 第二集团军之68军 向向河关以南日军尾追 55军向密阳前进 59军向南阳前进 22集团军攻袭 随线折合之日军 29日沿平汉路及西侧 快速北进的中路日军 由于中国军队 已经撤出了沿线地区 所以寻找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 那么当日军的第三师团 到达武阳以南 山区上边一带的时候 十三军就对该敌 分路北京之左翼发起攻击 经过激烈战斗之后 击毙击伤日军约3000人 击毁日军坦克6辆 在铁路以东的黎楚营第85军 对分路向上菜进攻的 日军第17师团的右翼 发起了强烈力的攻击 毕伤日军约1600人 到了31日 日军变更部署 将中央第17师团一部 向左右两翼迂回 另外一部 由随平经上菜 向右旋回 企图于汝南北进的 右路第40师团 南北夹击第85军 那么中央第17师团的主力呢 也由随平分两路 经西平向五阳方面迂回 左路第30师团主力 也向五阳挺进 企图南北夹击第13军 所以我们看到 日军的主要目标 就是汤南伯的31集团军 一定要对31集团军 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85军和13军 在日军完成合围之前 就分别向夜县 衍城和沙河以北地区转移 使日军再次扑空 与此同时 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 从密阳 唐河以及以北地区 向五阳日军的后方攻击 切断其后方的联络线 那么日军就遭到侧背袭击 决战计划一再的落空 所以被迫改变了作战计划 日军第30师团 除留在一部 与五阳保安寨 对北警戒一拜 主力向镇平南阳转进 第17师团 及第15和第40师团 各一部 则经向阳关 向河关 向密阳转进 企图夹击第二集团军 国军第二集团军 也没有得逞 那么这个时候 13军乘机反攻 克服了保安寨五阳 继续向方程追击 到4日和5日 日军第30师团 先后攻陷了南阳和唐河 59军 国军59军进行反击 6号 克服了南阳 烧毁日军汽车多辆 那日军第17师团 转进至向河关附近 遭到第68军的截击 伤亡甚重 到七日夜 向西阳方面退却 中国军队开始跟踪追击 玉东 晚北的日本 华北方面军第211师团 一步和骑兵第四旅团主力 为了侧应 越南方向的作战 分路向太和 借手前进 并以飞机连续轰炸 郑州 洛阳 衍城 夜县 武阳等城市 和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第92军 和骑兵第二军 在沃河 肥河 沙河一线 英勇抵抗 双方面都是伤亡惨重 日军攻陷了太和和戒手 中国军队固守沙河 顽强抗击 到了7日 日军先后退回援驻地 11日 全线恢复战前态势 会战结束 这场战役 毕伤日军9000余人 那么这场战役的过程 跟大家描述以后 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国军始终在避战 双方也没有形成 主力的对决 那么在避战过程中 那么日军的主要企图 就是要合围 13军和85军 也就是31集团军的主力 给第五战区最精热的部队 以毁灭性打击 那么汤安伯的指挥下 第31集团军的 13军和85军灵活机动 屡次从日本军队 要合围的包围圈里 跳到外线 使得日军的战役目的 没有办法达成 那么在游动的过程中 31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 抓住时机 给了日军从侧后进行打击 给日军造成了伤害 那么随着时间的拖延 日军一看达不到作战目的 那最后只能退回到出发地 那么这场会战中 日军到底损失有多大 这个数字 9000人的数字 是来自于国军的报告 那么日军那边呢 具体还没有考证过 但是对于日军来说 如此大规模轻尸动众的 武装攻击 却达不到战役企图 这对日军来说 本来就是一件 就是失败 那么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说 越南会战 日军的行动 就像是一场武装的大游行 那么也正是因为 越南会战 汤文伯的部队 在日军的重要作战目标里 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成为华北日军的 天字第一号大帝 那么另外 越南会战一个主要的特点 就是国军 以退为进 为了躲开日军 寻机决战的这个战役企图 那么汤文伯的部队 没有在乎去坚守任何一座城池 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对于旁观者 你就可以说 国军当时丢失了很多国土 然后大踏步撤退 那么旁观者 你也可以这么说 汤文伯当时的做法 我觉得在抗日战争中 因为敌我实力的确很悬殊 那么在战役进行过程中 BD锋芒 寻找战机 为最终实现战役最终的胜利 或者说挫败日军的目的 为最终目标 而丧失一些土地 这是不可避免 我们评价 国军将领的作战 还是要看整个战役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下边就来讲讲 从新四军 这个角度来看 欲南会战 到底是怎么个样子 那欲南会战发生的这个时间点 非常巧合 为什么非常巧合呢 因为1941年1月上旬 刚刚发生了湾南事变 而在日寇发起进攻之前 泰安伯的三十一集团军 所处的九十二军 战十四师和八十五军的二十三师 以及玉东晚北地区的第十二军 骑兵第二军 骑兵第八师 那么骑兵第二师 我在之前讲过 就是来自于青马的马纪元 所率领的骑兵部队 那么一共十四万多人 正准备对新四军的根据地进攻 部队已经开始集结了 计划二月初就发起进攻 那么新四军这个时候 指挥的军事将领 是著名的新四军战将彭学峰 彭学峰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就准备迎击国军的来袭 可就在这个时候 日军发动进攻 发起了欲南战役 那么接下来 彭学峰就看不明白了 为什么说他看不明白呢 因为汤安伯的国军 率领的国军 大大步的撤退 放弃了大片的国土 而日军长期之路 两边并没有发生激烈的交火 那么日军我们前面讲到 他的主要作战目的 就是要打击汤安伯的三十一西村军 所以日军本身也并没有在乎 这一城一地的占领 所以一个退 一个往前 但也没有巩固 对占领土地的控制 毕竟彭学峰 七四军 或者是八路军的情报工作 并可能 并不可能那么及时的 知道日军的战役企图 但是机会就摆在了眼前 因为大片的 原来由国军占领的领土 这个时候 没有强大的防守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彭学峰马上就给党中央 和新四军总部发了击电 报告的情况 1月28日晚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 发给彭学峰集电 命令四师各部 集中适当的兵力 控制某些战略要地 积极向敌后发展 同时延安也发来电报 要求新四军 准备两个精干支队 在适当时机派往玉西活动 开展球机战争 2月2日 延安又连发三电 强调力争河南 不惜全力以赴 2月3日 华中局和军部两次 电催彭学峰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彭学峰决定抓住当前的时机 挺进玉西和闪南 建立战略支点 但是在2月2日的 中央电报里边也强调 说日军至何处 我既至何处 但不要去的太猛太吓人 要争取去抗击日军 不要去打完军 同时在2月3日 中央中原局和军部 又发来两个电报 命令立即组织 一个精干的游击支队 适时的挺进玉西 另外一个是命令 立即与两个旅 向西挺进 开闭根基地 并且准备一个旅 及地方干部 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 到达巷城 沈丘 新菜 汝南 西县等地 建立根基地 并且反复强调 应不顾一切西进 到新黄河以西去建立根基地 为华中和华北部队 开辟一条西进的道路 2月4日 新四军刺师的十旅一步 渡过了飞河 十一旅三十一团 渡过了沃河 至2月7日 刺师的主力 已经进队到 辅养以北 以东和东南的张家浦 江口级一线 这个时候 四师距离国民党军 已经很近了 短短几千之内 彭远峰率领四师的主力 迅猛地前出了上百公里 根据地 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还多 但可以说 这个时候彭远峰 在 对整个局势的把握上 出现了偏差 他的情报 收集的不够到位 我们不知道当时 彭远峰有没有看到 日军和国军的主力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接触 御翁相争 渔翁得利 渔翁要想得利 首先 御翁一定要争起来 那么日军和国军 还没有争起来 那么 渔翁这个时候 扩大那么大的地盘 这就给后来 带来了隐患 那么前面讲到了 越南会战 在2月初 很快的结束了 日军看一看 达不到战役目标 那么在侧后 还遭到国军的攻击 因此 就放弃了这次作战 迅速的回撤到 战役发起的原点 日军撤得很快 虽然在撤退过程中 遭受了国军的一些打击 但基本上 和国军迅速的脱离了接触 那么汤恩伯 合住国 一旦失去了日寇的这个强敌 马上就把注意力转向了 占领了大片领土的新子军 以九十十四万的兵力 杀了一个回马枪 战局马上发生了逆转 新子军四师 因为向西和向南突进的过猛 兵力分散在 国军丢下的城镇据点上 来不及收拢 我们可以想象 根据第一下子 扩大的一倍还多 原有的兵力必然是分散 那么国军这个时候 是多少兵力呢 是七倍于新子军四师 所以四师马上就陷入到 汤恩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随即战斗就打响 一周之内 四师各部与国军作战二十多次 双方面都损失严重 那么四师的损失要更重 那么四师的两万多人 被汤恩伯的国军重重包围 死战了三个月 这就是我们正式力所说的 彭雪峰三个月反文斗争 为什么我们说彭雪峰是一个 杰出的军事将领 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 就是这三个月的反文斗争 彭雪峰最终还是把四师的官兵 给突围带出来了 没有成建制的被国军消灭 那么当时他的形势是极为险峻 损失也是巨大 但最终成建制的出来了 这就是胜利 这就是彭雪峰作为一个军事主官 表现的军事指挥能力的 成功作战 但是损失也是巨大 两万人在死战三个月以后 退到晚东北 当时幸亏晚东北张爱平的 新四军三十九旅和二十五旅接应 这才退回到新四军自己的根据地 那这个时候彭雪峰的部队四师 剩多少呢 已经不足万人 也就是损失过半 向他损失最大的十旅 伤亡高达三千多人 在突围过程中 彭雪峰的部队 曾经和齐八师 也就是马基元的部队 激战于金浦路西 当时四师有五千多人 死伤于齐八师的马刀之下 著名的老三十二团几乎被打光 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 新四军抗日干效的两百多名学员 在此战中全部牺牲 这为什么彭雪峰后来痛警思痛 组建了新四军 第一支成建制的骑兵团 就是因为跟马基元一战 让四师痛彻心背 那么在整个作战结束以后 退到晚东北 那个还不是彭雪峰原来的根据地 是三十的根据地 也就是说四师所开辟的 金浦路西根据地 在这次作战中 基本丧失 这是对于新四军 在晚南事变之后 又一个重大损失 那么自然在我们的正式里 对于这次新四军 重大损失的始作俑者 汤安伯 以他的国军部队 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所以在我们正式里边 但凡谈起新四军的 这次惨痛经历的时候 那么说起 欲南会战 往往就说 汤安伯 无心抗日 专心内战 面对日军的进攻 丢下欲东 晚北的大片土地 望皇而逃 甚至还有人质疑 在欲南会战中 时间上 为什么会这么多巧合 为什么刚刚发生了晚南事变 就发生了欲南会战 为什么欲南会战中 吃亏吃得最大的 是新四军的四师 那么是不是 汤安伯 他们与日军 和港村宁次 安同款取 合演了一场超级阴谋 但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 因为当时在 河南战场来看 日军的最大对手 也是心腹大换 还是国军部队 那么其中 他们的头号大敌 就是汤安伯 和他三十一七算军 日军的杰出将领 向港村宁次 把员这些人 在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 他们也不是傻子 而且相反 他们是在军事上 很有才能 很有造诣 很有 见识的一批优秀军人 中国军这边 能够看到持久战 能够看到 什么优势 在中国人这边 什么劣势 在日本那边 这些日军将领也看得到 因此在这个阶段 我们看日军的 作战指导里边 大量的提到的 还是要歼灭 国军的有生力量 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 因此捕捉 国军主力 消灭国军主力 是日军的 主要作战方向 那么发动 越南会战 日军完全没有必要 和汤安伯 这个心腹大换 合作的演一出戏 去削弱 新四军四尸的实力 这里变成 丢了西瓜 去捡织 那么发生在 新四军和国军之间的 这场战斗 更多的是一场抢河 也是一场 非常令人遗憾的 中国军人内部的一场 内斗 它和 那么四一年 越南会战之后 汤安伯就驻扎在河南 从四一年 一直到四四年 没有跟日军 再发生大红盟的战斗 那么汤安伯驻扎在河南 从某种程度来讲 他就是主政河南的一方大人 当时河南主政 有三方 汤安伯是实力派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蒋介石中央政府 所指派的 战区司令长官 就是蒋景文 那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河南省主席 李培基 这三个人之间 矛盾不断 那么汤安伯 在河南主政期间 因为没有和日军 再有巨大的冲突 他开始疯狂扩军 建立自己的派系 汤安伯在扩军过程中 收编了很多当地的土匪 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些土匪的部队 进行好的整训 这就给他部队的军容封计 以及后来 狱中作战 一窥千里 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另外汤安伯这个人治军啊 至搞一言堂 因为他忠于蒋介石 忠于领袖 他也认为他自己的手下 他的嫡系部队 也要忠于他一个人 所以汤安伯的部队 基本上他是一个人说了算 在这种情况下 汤安伯部队 就会随着汤安伯这个主观的变化而变化 而恰恰是在这无风无浪的几年里 汤安伯本人也发生了 和一个军人 尤其是还在战争中的军人 最不相符的变化 他变得贪财 这就将汤安伯和他的部队 带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使汤安伯和他的那支英勇的抗日部队 所有的荣耀一朝禁毁 那么这就是发生的1944年的狱中会战 国军这边叫狱中会战 那么日本那边叫一号作战 也是郁香贵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 汤安伯和他的部队 蒙上了奇耻大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这里面既有很多的客观原因 那么最主要的还是汤安伯 他自己的主观原因 我们在下一集里 会给大家专门用一集来分析一下 狱中会战国军惨败 已经与之密线联系的预期民变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以及应该如何正确的评价和认识 汤安伯以及他的精锐部队 在狱中会战中的表现 下一集会给大家具体来讲 谢谢大家